画面中可以看到铁皮屋内窜出橘红色火光 不停向上燃烧 冒出阵阵浓烟 只窜天际 消防人员拿着器具破坏房屋 赶紧布下水线四处搜索 全力救火 铁皮屋多处被烧得焦黑屋顶扭曲 塌陷两处也被烧断 只剩下底部 现场一片狼藉 这起火警意外发生在高雄银海三路上的样品屋办公室 本局出动10车20人前往抢救 到来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 那因为现场是一个铁皮构造的建筑物 那它本身有装潢 所以因为木造装潢关系 所以火势已经全面燃烧 人员只能破坏器具尽快扑灭火势 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样品屋平常会接待客人 5点多下班之后就没有人员进出 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火灾 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带火调人员调查厘清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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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